好,来 好,老师把荧幕切过来一下 好,来看看 请问 刚才找到这个这么大的议题 假设这五点、十点 综合之后有七点 请问这七点你都要做吗 什么要做 拜托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方向 你不要把这七个全部做完 你不可能包山包海 懂吧 因为他给我 我问的问题是什么 RFM有哪些研究的领域方向 所以说 任何的一点都可以当成你的一个硕士论文 懂吧 你不要想说 我今天要把刚才的五点、六点、三点 把它综合起来变成你的硕士论文 准备 一点就好了 懂吧 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 想得很大 就发觉到做不下去 为什么 太多了嘛 太多了嘛 我们又不是学术单位 而且我们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 我就是要毕业而已 你要做那么丰功伟业 做这么多 所以说记得 第一次找出来像这样子的是 一个大方向 然后一点你就可以用了 好 OK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他已经跟你讲有效性 对不对 什么是有效性 好来 他给你解释了 研究者可以依据他的模型里面 因为你有不同的消费习惯 对不对 长回来的 然后最近回来的 还有怎么样 重要客户 VIP 消费很大的 对不对 好来看一下 所谓有效性就是你应用这种模型 在怎么样 不同产业及环境中的有效性 好 你想想看 这个就可以当成你的研究一题 对不对 好 假设我今天的是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在电商 MOMO 或是其他的平台有放 实体店面也有 那是不是就不同的管道了 那是不是可以当成你的硕士论文 可以当哦 对不对 各位 我们硕士论文 你不要想到太伟大好不好 我们不是什么中研院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 你不要认为 要做非常伟大的研究 不必 你探讨一个议题就好了 懂不懂 好 比如说今天我刚好收到了 嘉宏的 他的那个 你的那个什么 那个精油 对不对 精油的line的一个群组 他叫我加入 好 以嘉宏来讲的话 他可不可以用RFM的模型 与他精油的销售的有效性 一个是在用什么 一个是用他平常的social 或者是店面 这有两个就不一样了 那还有一个是不是line 你看你就可以用精油来看怎么样 这三种不同的消费习惯 去做探讨 你可不可以写你的论文 请问 家宏 你的论文出来没有 就可以了 那你line经营了半年 是不是有跟客户的互动 我加了你的line 然后我常常跟你问 然后我又有消费 是不是这种行为模式 你就可以去探讨了 那其他你 因为我上次周间班到你那边去吃饭 他那边有个店面 那店面有不同的怎么样 消费习惯 那你如果说这个你又在momo shopee那边去贩卖 是不是三种不同的管道 看看RFM你做行销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至少这个题目就ok了 这样对不对 各位不要想 找出来的五个全部要做 我又要去做它的有效性 要策略喔 一个策略就可以做一些了 好吧 好不好 好 这样这个观念 大家清楚了没有 对不对 好 好 那麻烦一下 各位再想一下 好 好 来 那我们再来看 我还问了第三次 这个是前两个礼拜的 大概有没有 看看 应用 零售业 餐饮业 看到没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 刚才是发散对不对 因为我们 先要看看有哪些议题 是适合我可以做的 对不对 好 没有办法做的 你一看你可能就不会做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就要开始 我假设对什么 当然 这是我前两个礼拜做的了 你看 零售业 我觉得 这零售业有哪些应用 好来 就在这里了 看到没有 我又换一个问卷了 我又换了一个题目了 看一下 RFM行销模型 有哪些研究 是原来的问卷 对不对 问题 我现在因为刚才 从这个里面 我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零售 对不对 那我刚好又是在shopee上 我有 我有在贩卖 那是不是有相关的 对不对 好 那你们可以再去看一看 所以说在这个电子商务里面 就会去看到 改上上网的 类似 这边你就有一些概念 对不对 好 不见得是一定会match 但是大概已经把你浓缩了很多了 不然你自己光去找这些题目 这些 这些的这个paper 或者是论文 或者是网页 光去找 你可能都不会再想找了 至少这边慢慢慢慢给你 你会做一些的归纳 好不好 好 那一样 既然我们刚才已经问了一次 问了两次 问了三次 一共有15次的 这个 那麻烦你就分析一下 对不对 然后 不要贪心 只要找到一个研究议题就好了 注意哦 看我们问的是研究议题 你不要想说把两个研究议题 三个研究议题当成你自己的一个研究议题 那个太大了 只要一个就好 懂不懂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再来玩看 这个接下来就更好了 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focus在电子商务 对不对 电子商务里面他又给了我一个hit 是有什么呢 看到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慢慢往下研了 他说评估上网上网上客户的价值 一样 再来 如何使用RFM的模型来评估 这个我又用他的 看到没 又来了 看到没 好 看到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真的RFM模型里面要去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把客户分除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以后会有案例给各位看 如果说我的R有5类 F有5类 M有5类 5乘5乘5就只有125类 虽然太多了 但是看到没有 这些 你假设以加逢刚才的例子来讲的话 我假设分成三类 3乘3乘3 那就是有9类的客户群 对不对 9类最好的客户群是什么 前几天就有来消费 再来是怎么样 消费次数又很多了 对不对 再来又怎么样 又买很多了 这个是VIP的客户 那VIP客户就怎么样 你有不同的行销管道 好了再来一个 比如说他是半年前才来的 对不对 那个是R嘛 对不对 半年前才来的 那来的可能是半年他来了一次或者两次 没有很平凡 可是在看他的量一次可能比如说 假设以机油来看的话 请问一下 以机油来看的话多少的营业额 他买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量算比较大 多少钱 不是不是 我说价格啦 就是钱啦 就是采买的大概 三次 或者是总额 两万块 好 那你就可以定了 两万块 对不对 那你会考虑到他是怎么样 半年前来的 来了一次两次 可是应该每次消费金额是怎么样 还不错啊 像我可能我常常消费 可是我每次都买一罐 三九九 然后我每个月跟你买一次 那怎么样 十二个月也不过三九九乘以十二 可是那个人两次就给你买两万块 这行商管道又不一样 对不对 我觉得就这样子啊 你就用你的食物去看好就好了 不管将来的食物怎么样 研究的成果怎么样 都是你自己花功夫去做的 都可以当成你的措施任务 看到没有 这边就已经 好 那你就出来了 有没有 不要一节课 一个半节课 大概大概就可以出来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呢 就各位看到了 CheckGPT的难耐了 绝对比Google好很多 绝对比我们自己去 素国式论文网 找这些的题目 还有去Google 真的方便太多了 好吧 那当然就是各位 要了解到怎么样去跟他去沟通了 知道他的对话方式 他就会把你一个一个的往下转 对不对 而且他也很好玩哦 你看到没有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网上 对不对 他应该都会提到一些跟网路有关的哦 OK我们第一阶段呢 请各位呢 先坐到这里 好不好 就是转一次 转两次 转到第三次 大概你的方向就会可以 可以出来了 好那等一下我们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案例给各位看 那这个呢是刚好我刚好我的指导学生了 这个星云 一一一的CEO组的星云 星云有在吗 那一样 各位你们之前的期末报告 小组报告 通通都可以开上庸场 这个我上个礼拜 你有孩子礼拜 哎礼拜起啊 我自己帮他Google了一下 我帮他outlet了出来 下一个我demo一次给各位看 你们的期末报告 期中报告 小组的报告 说不一定可以 maybe发展成你的硕士论文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案例 所以等一下呢 我会先请 星云先报告 他当时在某一个课程的一个简报 那我觉得缺点在什么地方 该改进的地方是什么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outline出来 那看看会不会OK 那你们看看会不会OK 这是ChemGDP产生出来的 但是我去做了一些归纳整理 好不好 这个过程让各位去做一个学习 所以说各位 你也不要想说一处即省 我想很多都是按部就班 但是多了这个工具 可以帮各位省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尤其各位 公司这么多事 学校这么多事 家庭有这么多事 整个多事 好OK 那我们这个阶段呢 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那还没有做到的 就自己赶快做 我们这个阶段先休息 一样了 就休息这一次 那也进度还没有跟上的 就跟上进度 那一样跟之前一样 就休息20分钟 好不好 请各位8点5时回来 那一样 还没有把刚才的作业 放上去的 就把它放上去 好不好 那还没有实习完 专研一次 专研两次 专研三次的 就做做看 好不好 好 好 吧 好 我 坐CI 就坐 你的 我要 估计 坐 坐 这里 在